行政院文化奖是台湾官方最高荣誉的文化奖项 今年这个奖项的三位得主分别是 文学家齐邦源诗人于光中 以及去年刚刚辞世的建筑人文学者汉宝德 齐邦源在八十岁的时候 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完成回忆录据流河 他说这本书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写 而是为了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那个时代所写 希望在那个时代流离失所的人 能够靠着这本书活下来 而汉宝德是台湾现代建筑思想的启蒙者 为台湾培育了无数优秀的建筑人才 从行政院长毛治国的手中 接下文化奖的殊荣 已经高龄九十一岁的文学家齐邦源 和八十七岁的余光中亲自出席领奖 作家齐邦源多年来推动台湾现代文学的英文翻译 让文学作品在国际发声 促进交流 提升能见度 更在八十岁提笔 以书写剧留和描写时代巨变下 战争所带来的荒谬无情 我希望台湾将来的各族群记得 我们从1949年不仅仅是外省人在逃难 在锻炼本省人也经过各语言生活的改变 我希望我们给我们的族群大家有个了解 台湾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文化是宽厚的 是充满了展望的 余光中的创作超过半个世纪 作品包括诗歌 散文 评论 翻译等领域 承接中国文学传统采纳西方文学的技法 开创独特的风格 对台湾现代文学影响深远 他的作品不仅收入在两岸三地的教材中 更被杨贤 李太祥等音乐家谱曲 《向世香愁》 《民歌手》《香愁四韵》等 成为大众传唱的经典民歌 已故建筑家汉宝德从史学 美学 环境伦理 探究建筑蕴含的人文哲理 并筹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创办南义大 催生台湾第一所博物馆学研究所 汉宝德悠游在教育 建筑 文化领域间 并以推广美学教育作为一生的职业 他在国立外所建所为 以教学写文章的方式传达给社会 爸爸最终的希望 是台湾能成为一个有美感 和文化气息的文明社会 他说他自身很遗憾地 没有把美学这份工作完成 幸亏他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可以挑起这个担子 他也不用担心了 三位得主倾注毕生经历 在各自的领域中积累深厚底蕴 展现出台湾的文化实力 我们可以考虑 你不想看 不便宜 这种事